经常听说落后就要挨打 但今天还是真理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一句话 也是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唯一的认知 很多人觉得乌克兰就是因为落后 而且还不听老大哥的话 所以说才会挨打 但是就在上个月 美国通过了610亿美元的 对乌军式援助法案 除了和之前一样的资金和武器 这一次美国还专门提到了 要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转交给乌克兰 就在前几天英国Sky News已经报道 乌克兰武装直升机 首次对俄境内的目标进行了袭击 600亿的援助金额 已经超过了大俄一年的国防预算 还没有算上欧盟的 穷兵独武的大俄颓势一线 俄方和很多俄粉都认为 美国并不在乌克兰本身 他们通过军事援助 只是民主党为了今年能够连任的筹码罢了 他们是在变相的榨干乌克兰最后一滴血 让普通老百姓做炮灰 延长乌克兰的痛苦而已 这种说法 相信当年的汪精卫一定会双手赞同 那为什么西方要竭尽权力 不惜代价的支持乌克兰呢 因为这场战争的意义深远 它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秩序 如果失败了 那么世界很有可能重新回到 二战以前的丛林法则 就像科幻小说里说的那样 世界是一片黑暗森林 所有暴露行踪的人都会在森林里被猎杀 世界就只剩下了弱肉强食 但是这种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并不是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 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现有的发展成就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分工和协作 靠的是加入了WTO之后 和全世界更积极的贸易 才让更多的中国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今天人类社会当中存在的那些公认的契约 法律 道德 常识 是他们帮助我们走出了黑暗森林 我们人类懂得如何协作来共存和共同发展 也因此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 落后不再会挨打 耍流氓一定会 所以说仅仅用幼稚的黑暗森林逻辑去理解 这个世界或者是信封落后就要挨打这个信条 而去否定和蔑视这个世界的常识 规则和契约 那往往他们的下场会输得很惨